您好 我想先请问一下 我们都知道李主任是一位 非常有经验的教育家 在你手下教了好多的小孩子们 大大小小都有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一个老师的人 为了要防止这个校园自杀 应该要有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想今天最重要是老师要多关怀学识 因为今天进入的一个物质文明 发展很快的一个时代 大家都追求物质的享受 因此老师们除了自己教学工作之外 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甚至于赚一些外快的 因此上完课之后 马上就参加其他的工作去了 而没有付出比较多的时间跟爱心 来关怀学生 所以对学生的一切状况 并不理解 同样的今天的学生 他的资讯很多 他想要参与的活动也不少 因此了他上完课之后 也马上跟同学了 朋友了有约会 因而上课是一回事了 下课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自己有什么苦呢 有什么痛苦 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愿意去找老师去 为他解说 为他帮忙 所以造成了今天私生之间 一种疏离感 我想今天疏离感是我们社会上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因而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接近 让他们能够融为一体 换句话说 老师能够把学生看成当自己的子女 当自己的兄弟 大家能够不断地去相互的关怀 有了问题去请教老师的话 我想问题就会减少很多 因此今天我们身为老师的 除了做人事之外 也要做经事 他要不断地提供一些信息 让这些学生们能够了解 比如遭遇困难的时候怎么站起来 他遭遇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子的去解决 我想这都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想校园的自杀事情能够减少的话 就希望我们的老师多付出一份爱心 多付出一份关怀 多去了解你的学生 如果有什么异状 比如说脾气很暴躁 他很落落寡欢 或者很忧郁 或者他有很多的问题 你就从他的表情 从他的动作上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你就多一份地去关怀 去问他 然后你去了解他 说不定他就会向你吐露 他内心的苦闷跟他的问题 那么这样子也许就很容易 帮助小孩子来解决他的问题 进而减少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 对这个问题 不晓得可以不会请教师傅有什么看法 刚才李主任提到的 主要的是在老师方面能够多给学生的关怀 同时也讲到了学生 应该要在那个态度 来跟老师多基础 在我来讲 我觉得应该也从三方面来讲 一个是老师对于修生的 另外一个修生对于老师的 另外还第三方面是家长 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 以及对于这个学校的老师的态度 所观念也非常的重要 过去的人 所谓传道受医解活 这个是韩语讲的 就是老师 那么现在的老师 大概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因为老师 一个学校里边不是一个老师 就是从小学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个老师一直待到底也没有 所以这意思是说 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也是另外的老师 有几个老师出现 所以老师对于修生也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修生对于老师也是比较陌生 还有家长对于这个老师的态度和观念 也是个问题 我知道 我听到说 有一位小学的校长 他告诉我 他说有一天 他在训练 他这个修生的时候 正好他的家长知道了 家长也来了 他还没讲完话 他家长就在面前出现 说我的孩子好好的 到了学校里边就会变这个样子 我的孩子不可能是这样子 我在家里边都不会骂孩子 我的孩子是不可以骂的 我的孩子是应该要给他好好的讲的 用这种态度对付我的孩子是不可以的 这样子一来 这个校长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了 那因此呢 这个学校跟家长 这个老师家长 家长跟老师之间呢 应该也要默契啊 还有呢 这个既然把孩子交到学校了 最好父母啊 学校里的事情 父母不要去干涉 如果父母要去干涉学校 干涉老师 老师就很难处理 虽然呢 校园里边有一些老师 所以应该带孩子 但是这种老师是不多的 应该相信老师 相信呢 在学校啊 对孩子的管教 如果 这个家长 插进去 插手了 那老师就不敢管 女生对校长都不敢管 那么像这样的孩子 如果发生了事情的话 究竟是写福之恩 还有呢 学校里的修生呢 要缺少一点什么 缺少一点 就是说爱啊 老师给他爱啊 关怀啊 但是在观念上 可能还缺少一些什么 那么据我所知呢 这个在国外 或者在国内 是教会般的学校 宗教的一种情操 或者宗教的信价 还有这个老师们呢 本身就对学校要求的 宗教的情操 对宗教的信仰 心灵上面的 心神上面的 这个关联的 因此对于修生来讲啊 他们爱护修生 就是跟上帝爱护 这个人一样的吧 那么对于我们副教来讲的话 就等于是 菩萨 就是爱护众生一样 不但是呢 这个我常常讲 把修生呢 当成小菩萨看 或者自己的家长呢 把儿女当小菩萨 那老师呢 也把这个修生呢 当成小菩萨来看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慈悲的这种心 来照顾小朋友 照顾年轻的修生 那同时修生呢 对老师来讲的话 也把老师当成呢 非常这个东京的人 这个依赖的人 这个依靠的人 是指导自己的人 现在的学生 没有这样子的 对老师那么尊敬呢 所以老师们呢 也很无奈的 我也遇到几个老师啊 他们觉得很无奈 他说不一定是家长 是不让他们管 就是孩子也不让他们管 他们不敢管 管了以后啊 学校里头会给他们 怎么样的要求啊 要跟他们麻烦 这也是有无奈 所以我想 十三方面呢 能够共同互助的 应该啊 比较好一些 人间社会都是 丑陋的 都是暴力的 我想也会制造 很多的问题 所以很多 这个年轻的人 看不惯今天的社会 或者厌恶今天的社会 他常常也会有些 想象不到的一些行为出现 所以我想今天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跟社会教育 三者何而为一的话 可能会使得 很多的问题 由大事化效 小事化无啊 这可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那么尤其是心灵上的 有所寄托 我想更重要 宗教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力量 他总是劝人为善 都是让人家 有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 都是让我能够 在最空虚 最寂寞 最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 他会给你 这种无比的力量 让你有这种希望 让你愿意活下去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到了就需要帮助的时候 找到不是喊妈咪啊 就是喊老天啊 或者是喊菩萨啊 或者上帝啊 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那也是我想非常赞同 我们大事所提出来的这些意见 对 不过就是说 师父 李主任长得见解非常好 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年轻人 这些学生们 让他们来跟您学佛呢 也不然这样子讲 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是一个教授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正常的宗教 正规的宗教 只要有一个信仰 要比没有信仰比好 家长要有宗教信仰 然后呢 能够影响他的孩子 或者是学校里边呢 就很难讲 如果小学里边就要有宗教的课程 好像是有问题的 那当时呢 多多少少 要让他们心中啊 所以有因果观念啊 有神啊 有佛啊 有菩萨的观念啊 不一定是叫他们信哪一种宗教啊 如果说是自己家庭 有自己宗教背景就是很好啊 所以这句话呢 劝他们就是说 有因果 这个观念也很好啊 那么对人好 那么就好的结果 对人不好 就不好的结果 那么这个 学生需要老师关怀 实际上老师也需要学生关怀啊 那这关怀是彼此的爱啊 是互相的 是互动的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家长们要求修校 这个学校们 学校的老师们呢 是要求什么 然后呢 学生要求什么 那刚才李主任说的 有三方面啊 讲上还有这个社会呢 那社会是个大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不像过去 这个资讯太多啊 我们现在是在电视节目上面 电视里边的 能够看到的东西蛮多的 那么马路上面 能够看到东西蛮多的 对青少年的影响 也是非常的多 他们直接接触到的一些什么书本 或者是接触到的一些同学 或者是接触到 一直什么样关系的 然后呢 他们受到影响啊 而产生这种问题的 我记得我曾经在开平中学教过书啊 开平大家都知道 就是比较调皮捣蛋的学生啊 那么所以我去的时候 那个校长 冯校长就跟我说 我给你个教编 万一这个学生不听话了 你尽量的可以处罚他 绝不会有后果 因为家长跟我讲过 既然我的小孩 到了你这个学校来说 完全有你们教育 以前有时候还是蛮好的 他让学校全部去管理 但是我就是当时一种想法 如果我今天拿了教编 去处罚了之后 万一他不听 然后他反过头来 也进你一回的话 那怎么办 那这都是很有问题 所以就有一位余老师 就发生过这个事情 他就处罚了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子 调皮捣蛋 实在是我们说的 不太之羞耻 他说老师啊 你打我像抓羊一样 再打重一点 这个老师一气之下 照片一丢 我不干了 我想这就是 我们身为老师的人啊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彼此都要尊重 你要处罚他 你要是非常的严厉 当众让他没面子 下不了台 他可能就是为了 自己的面子啊 或者趁一时之气 或者是成英雄 然后他就反抗你 你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这是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我想我们老师 如果能够多尽一份子的任 多去爱护青年 多去教导他 今天我尽心尽力地去教 而他只要 有什么调皮的动作 或者是私下讲话 不专心听讲 我有一个习惯 我马上就停止说话 眼睛就看看他 很奇怪 这个效果比较好一点 所以不一定说是要大声地去 摇和去制止 你越讲了 他的声音比你还要大 你要求他 他也会给你反过来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身为老师的 一方面你要了解这些 他的心态 你也要尊重他 虽然他是你的学生 但是你如果能够尊敬他 他也会尊敬 你爱护他 他也会爱护你 当然如果真的是 到了顽皮到了顶点 只是炉子不可叫野的一个地步了 那么女老师的家人 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 那女老师最好 只能去学学柔道 也去学学其他的防身术 而外一学生来对抗你的时候 你也把他给扳倒 那就变成互相在对抗 互相对立 我想这不是我们所见到的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件事情 你这样子对他 他也这样子对你 所以相互殴打 我想这已经失去了 私生之间的关系 所以要相互的爱护 相互的关怀 相互的尊敬 这是非常重要 虽然我们常常讲 只有学生尊敬老师 从来没有说老师 要尊敬学生的这种理论 但是话又说 只要是人 我们都要尊敬他 虽然他是你的学生 你也要重视他 要尊敬他 也要把他看成一个人 然后呢 你可能遭遇的问题会减少很多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我的时候说 不行啊,我怎么爱他,他还是对我很仇恨的样子,我怎么处理他也不听,甚至于他就能武力相向,我想这种可能少而又少的一种现象,在基本上你要建立一个老师的,我们如果说权威这两个字的话,要用几方面来说,第一个,你教学很认真,第二个,你要请忙而出,第三个,你能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第二个,你要以身作则,我们今天常讲,言教不如生教,生教不如禁教,今天禁教的当然是学校的事情,如果老师对你的教学的环境也应该特别是,那么如果老师今天说的天花乱坠,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让学生很不以为然的话,他不会尊敬你,所以今天我想最重要的是言行要一致,你要用做一种最好的方式,让学生由衷的来庆佩你,由衷的来感谢你, 然后他就愿意接受你的教诲,你纵然对他有点责备的话,我想他也是心甘情,这是我的一点想法,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要自己反求诸己,你不仅仅是要求别人,你要反省自己,有人只是意味地提出要求,意味地去谴责别人,把所有的问题对过都推到别人身上, 自己从来不去想想,我这样子做对不对,我这种教学的方法好不好,学生能不能接受,我这样子的去责备他是不是很正确,如果你多多去想一下的话,我想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我个人有个问题,我想请教师傅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亲生间,我女儿是一个很柔顺的一个小女孩,她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回来哭着,说她给她的同学打了,男同学打,欺负她,她说我听了以后做妈妈很心疼,我女儿就很气愤,说好,我明天跟你报名去学跆拳道, 要这样子以报制报,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做,那我跟我女儿讲说,那个我只能在家里保护你,可是到了外面去以后,到了你的学校,你必须要怎么样跟这些小朋友们建立好关系,这个就要靠你了,我就希望能够培养她一个独立,能够出去奋斗的这个本能,那像对这种柔弱的学生,特别是女孩子,那给人家欺负,然后要怎么办啊, 这个,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好心疼啊 孩子呢,在外边被欺负,这个要,也是一种历练啊,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要她自己怎么样的,有智慧来啊,面对这样的环境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啊,让她一报,一报的,如果说是有人要打她啦,有人要欺负她啦, 那第一个,首先呢,要知道为什么人家欺负她啦,这个第二个,能不能够自己被,那个被开啊,能被开是,就一定要被开啊,被,一定被被开的时候呢,呃,要想什么办法这个化解啊,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这是欺负你这个女儿,呃, 呃,你的女儿大概是因为太柔弱吧,呃,呃,所以是,呃,被欺负了,那么被,这个欺负人的这个小孩子,最近是,所以怎么什么样的心态来欺负的呀,所以这个,能够了解一下呢,比较好了啊,呃, 还有呢,就是,实在没办法,最好是啊,请求学校来来保护,请求老师来保护,还有呢,希望老师呢,了解一下,欺负人的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打家打的是不是个办法啊, 不过我想呢,想啊,想回馈,呃,这个李主任刚才讲的啊,李主任讲得非常好呢,呃,呃,就是有两个例子,一个呢,呃,呃,呃,有一个姓杨的女老师啊,呃,她是,呃,我们的姓,姓土啊,呃,呃,她已经教了有二十多年的小学,呃,方式经过她教的学生呢,没有一个不感谢她,没有一个不感恩她的,呃,呃,甚至于,已经呢,呃, 呃,上了社会,这个很有成就的人呢,都还会记得老师弄到好,老师,呃,要照顾他们呢,他们很感恩嘛,呃,呃,她从来没有是把过人,也不会骂人,她的就是,呃,呃,成熟就是说,像刚才呃,呃,李主任讲的,去难而受,另外呢,全新的照顾,全新的关怀,呃,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问题的孩子,或者是, 呃,呃,比较,呃,这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啊,是特别的关心的,所以是呢,她受到所有的同学们的呀,孩子们的呀,这个爱戴啊,另外一个呢,是个男老师,他是在叫中学,叫初中,呃,这个老师呢,现在也快退休了, 他这一生呢,也从来也不会出发人,也不会打人,但是呢,呃,呃,现在带到我们农场室来的,嗯,他这个一带就几十个,一带就几十个,那都是已经他低了一的学生,嗯, 那么,为什么他带着帮我们再来呢,因为这个老师这么好,嗯,他们说老师,好的老师,老师都在修佛了,相信学校一定是很好,所以也当同城市来,那像这样子的情形呢,呃, 我想啊,这是李主任所说的,一个老师,如果说你不要尝试啊,呃,对待老师,一定是,学生一定会很感谢的啊,像你的女儿,我想长大以后啊,她更坚强一点啊,嗯,更有智慧啊,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被人欺负的,哈哈哈哈,但是,呃,长大以后呢,人家欺负的人就很少啊,哎,今天我们的很高兴,有李主任给我们讲的那么精辟的,实在是,嗯, 非常地感谢,谢谢 校园文理呢,要是个,这个师生家长各受其分,各见其真